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位嘉宾 焦云龙老师 第一位 Challenge Montage 救命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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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这段视频啊 不是影视剧 也不是舞台剧 是我的战友 在不同的救援现场 和灾后百姓 自发到街头感谢送行的 真实场景 每当危机时刻 他们一次次逆行而上的背影 依然是惊心动魄 令人感动 没错 他们就是身着火焰蓝制服的 消防员 很荣幸 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那么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 消防员的日常工作 是什么吗 是灭火救援 强险救灾和社会救助 非常好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给你们一秒钟 你能干什么 也许你会说 一秒钟啊 太快了 喝口水啊 喝口水啊 都不止一秒 但如果这一秒钟给消防员 他们就会快一秒到达 快一秒处置 就意味着能挽回更多的损失 甚至拯救一个生命 从我入职的第一天起啊 我听了最多的几句话 就是再快一秒 这几个字 不仅是消防员在训练场上的目标 更是争分夺秒 与死神赛跑的责任 不止一次有人问过我 选择当消防员 你怕不怕 其实身边的战友 用疲惫的身躯回答了 被救的群众 用质朴的言语回答了 在危急时刻 逆行而上的背影 回答了 记得我刚当兵的时候啊 我最烦的那个人 是我的牌掌 因为在训练场上 他有一块 从来也不离手的秒表 咆哮地喊着 快点快点 再快一秒 即使手磨破 腿抽筋 甚至已经起地透支 他都没有哪怕 一丝一毫的心刺手软 即使成绩在不断地提高 记录在不断地刷新 他都始终不满意 就一个分解动作 好几次 我都想冲过去啊 把那块秒表给他抢过来 摔碎了 再跺一跤 当时特别不理解 那一秒 怎么就那么重要 直到有一次 在一个救火现场 一位老人 抓着我的手哭喊着 快快 快救救我孙子 他还在里面 大火和浓烟 已经将整栋楼包围 根本无法进入 但老人的哭喊声啊 让我顾不了那么多 即刻冲了进去 终于在一个角落里啊 找到了那个男孩 并把他给救了出来 可 男孩的呼吸 和心跳都没有了 人工呼吸 心肺复苏 尽力催吐 我们跪在孩子身旁 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手段 突然孩子的身体抽搐了一下 他活过来了 从冲进火场 到孩子复苏 短短不过三分钟 这三分钟里的每一秒啊 就像烙铁一样 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 直到那一刻 我才懂得了 训练场上再快一秒的 真正含义 回想这些年 几千场的救援经历 我忘不了 在面对各类灾害救援时 战友们的英勇无畏 忘不了 在危机时刻 人民群众 期盼的目光 都说 消防员 是创造生命奇迹 点亮生命之光的人 但我们啊 也是个 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同学们 你们知道吗 其实每一次出警啊 我们都希望能够平安归来 和最爱的人相见 但不是 每一个消防员 都有这样的幸运 能让重逢的心愿实现 正因为 他们比起都懂得 自己工作的艰辛 和艰险 上一秒 还与炙热到 让人绝望的火焰斗争 下一秒 就要跳入到 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救人 消防员所经历的每一秒 都是 冰与火 生与死的考验 在身披铠甲出征之前 他们是丈夫 父亲 儿子 正因为 他们比起都懂得 家的温暖 所以才会加倍地 将深的希望 传递给困境中的人们 正因为他们比起都了解 幸福和团圆的含义 所以 他们的每一次告别 都郑重其事 如果 不是悲剧来敲门 我们永远不会相信 说好的再见 竟然真的 不能相见 人世间 最痛苦的事情 也许 就是我们以为的来日方长 其实就是 最后一面 同学们 让我们永远记住 这十年来 在重大消防救援事故中 牺牲的烈士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牺牲的烈士 还有很多很多 让我们永远铭记 他们永远活在 我们心中 同学们 今天的岁月静好 正是因为他们 将危险挡在我们 看不见的地方 我骄傲 我是一名光荣的消防员 当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受到威胁的时候 当警铃再次响起的时候 我会毫不犹豫 用世界上最帅的逆行 义无反顾 冲上去 非常感谢 焦云龙老师的精彩演讲 他一共有16年的从军生涯 在这16年期间 他大大小小的搜救活动 参加了4800余舰 更重要的是 他救助了将近200余名人民群众 所以说 大家说 焦云龙老师厉不厉害 厉害 那想必各位同学 对于消防员这个职业 和焦云龙老师 都有非常多的问题想问 那请问在场的同学 哪位对焦老师有提问呢 请举手 好 有请这位同学 老师您好 听了您的演讲之后 我突然发现 自己的学习压力 与您常年的高压工作相比 根本不算什么 请问如何才能像您一样 顶住压力 并且随有所成呢 我觉得每个年龄段 都有每个年龄段的压力 我一般会通过两种方式 第一种 运动 我觉得能让自己大喊淋漓 是一种内心压力的发泄 第二种呢 是听音乐 为什么说是两种方式呢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 解除压力的方式和方法 只要你善于总结 善于发泄 找到适合自己的 就是最好的 那还有哪些同学 对脚老师有提问呢 好 请你这位同学 老师您好 请问在工作中 您是如何克服危险压力的 危险压力 其实我觉得危险压力对于我来说 更多的是源于我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从我刚当消防员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经历了多多少少的训练 每次出任务呢 都是听命于我的班长 我的队长 我只是一个随从者 慢慢地呢 随着时间的增长 年龄的阅历的增加 我变成了一名班长 后来变成了一名队长 这个时候呢 就是需要我带着我的队员们 出生入死 更需要的是我把他们带出去 然后平平安安地带回来 这就是促成了这一份责任心的 那还有哪些同学 对焦老师有提问呢 好 请你这位同学 老师您好 我想问一下 您在每次的解除危险 解救群众完美完成任务后 您内心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最真实的想法 在每次完成任务之后呢 首先是自豪感 我觉得通过我的努力 来把这份任务完成了 这份任务的完成 可能取决于我把这份火灭了 把人救出来了 我觉得更多的 还是一份满足感和成就感 好 非常感谢焦老师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焦老师对于这个消防员 这个职业呢 是有非常多的心得的 好 非常感谢焦老师的精彩回答 那请焦老师一步休息 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阮国琴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 掌声有请 910808021 1192 438111 438111 3192 1193 1193 1192 2204 2194 4194 6173 7194 105 4194 2194 7204 192 1193 二句话,收到警卫,请立刻打赏。 八个小时,快点就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中方的警告与王伟驾驶的歼8-2战斗机猛烈相撞 王伟为了捍卫祖国的领空和安全 与美姬进行了生死博弈 壮烈 牺牲 以身殉国 那年他33岁 我和他同岁 儿子还不到六岁 作为妻子 当时觉得天都塌了 那一段时间 我整日以泪洗面 甚至都不想活了 可是一想到又小的儿子 我必须撑下去 我必须把我们的儿子抚养长大 直到有一天 我在整理王伟遗物的时候 发现了他的日记 上面写道 能成为一只翱翔蓝天的雄衣 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 当我只是穿上军装的那天 我才知道王伟遗物 为什么这么选择 我才真正地理解 军人和国家尊严的真正含义 记得啊 王伟在高三的时候 就被空军飞行学院录取了 在飞行学院学习四年 他获得了军事学 学士学位 毕业以后 分配到了部队 通过十五年的努力 他从一名飞行学员 到一名全天后一级飞行员 再到首个飞满一千小时 心心肩肩肌肌的飞行尖子 在实现自己梦想的道路上 他吃尽了苦头 经历了无数的磨炼 才在百分之八十的淘汰率中 突颖而出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战斗机飞行员 那么今天 我们走进校园 宣讲王伟的事迹 就是要铭记阴烈 发扬他的精神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我不能躺在王伟的英雄部上 我要继承他的事业 这么多年 我一直精心保存着 我一直精心保存着 努力学习 勤奋工作 加奖 立功 读研 去年 也成为了人民海军的一名优秀军官 我的余生 我的余生 是一名优秀军的精神火种 要学先锋 长大做先锋 王伟呢 我应该怎样努力才能成为一名飞行员呢 谢谢老师 首先孩子们 你们眼睛要保护好 因为飞行员眼睛是最重要的 然后呢 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就是不能磕磕绊绊 因为飞行员身上没有一个疤的 所以身体很重要 还有体能也好 体能训练也要好 然后呢 学习也要好 你如果说上不了一本线 就是很难考上飞行员 所以综合很多条件 还是从小要种下一个梦想 有目标以后呢 咱们就可以朝着目标 成为一个飞行员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梦想 好 非常感谢阮老师的回答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 你势力一定要好 第二 你体格一定要棒 第三 你学习成绩一定要够位 好吧 那接下来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呢 请举手 老师您好 开学前的军训 让我们每个人都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品格 我将来也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我应该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呢 谢谢老师 这学生非常好 就是有一个当兵的自愿 这说明你啊 这个虽然是个女孩 但是也有血性 当兵呢 其实在军营里面 为什么要军训呢 其实也 把你们每个人的血性给激发出来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都是有力量的人 我们如果把自己的力量成为一种血性 然后发奋图强 长大了要保卫 就是好好学习 长大了报效 国家 这个就是一个爱国的情怀 这就是你跟国家 就是能做出贡献的一大步 有了这个自项以后 你们肯定就是对国家是个有用之才 非常感谢阮老师精彩的回答 想必各位同学也受益良多 如何将一个兵 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学子 想必都能从这些回答里面 得到一份答案 非常感谢阮老师精彩的回答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李晨奇老师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 中程担当为国属兵 因感动他明晰人生真意 投逼从容 他在军营中做疾风禁草 艳目修文 他在学眼里成烈火针尖 奋斗路上 他是起而行之的行动者 同学们大家好 我曾是中央财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 但在硕博年读期间 在中国公民参军入伍的最高年限 24岁 选择了休学两年参军入伍 消息一传出 瞬间炸了锅 很多家人 包括朋友都在问我 你从本科起 创业就年过百万 还获得了全国大学生 创业英雄十强 现在又是硕博年读 为何此时按下暂停键 放下一切 选择当兵入伍 其实 那就是在我本科毕业后 我选择前往西藏 支教一年 期间 不仅承担五个班级 二百余名学生的教学任务 还继承了 网界学长的水暖同心项目 筹集十余万元善款 为拉萨 宁芝 日卡泽等地的七所小学 送去了爱心物资 让三千余名帐族儿童 喝上了健康的热水 该项目还荣获了首届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 就是在那里 就是在那里 我遇到了一群最可爱的 魏国戍边的军人 他们在祖国的边疆 神秘的禁区 海拔四千多米 由于缺氧 嘴唇发紫 皮肤掉落 头发脱落 但为了祖国的安宁 他们日夜坚守在那里 有的战士 甚至好几年都没有回家 他们触动了我 内心最深处的那根弦 勾起了我儿时的军人梦 我决定追学初心 成为一名共和国的军人 但万万没想到 参军入伍后 我被分配到了 冬长无下 黄沙漫天 最低温度达到 零下三十八度的 近西北高原 白天 在寒风烈烈中占军资 一占就是好几个小时 晚上用同一个脸盆 洗脸 洗脚 还要用来涮厕所 同学们 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我不止一次后悔 为何当初要放弃优渥的生活 来选择当兵 我哪里吃过这样的苦 何时受过这样的罪啊 我不止一次想打报告调离 但一想到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 再苦再累 我也要走完 18年退伍后 被公派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进行联合培养博士 选修的课程中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常常以各式各样的案例 出现在课堂上 大家都在研究中国 都在讨论中国 中国出现的频率之高 让我这个中国人 甚至都有些意外 课堂上 大家常常愿意 让我这个中国学生 讲述中国故事 课程结束后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国 此时 又有朋友问我 诶 陈奇燕 这次又是什么原因 让你选择了回国呢 我自信地回答道 感受世界之大 才能体会祖国之好 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不仅仅在于赚钱 而在于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 况且祖国培养了我 我一定要回国 那里有我的家乡 有我的父母 回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更何况 考虑到个人的发展 就更应该回国 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斯德格利斯教授 在课堂上就曾预言 中国经济将高速发展 至少三十年以上 回国就相当于坐上了一趟 快速发展的列车 同样的努力 在祖国的成就也就更大 置身海外看祖国 我的内心更加坚定 我们所走的是一条 适合自己的道路 国外的月亮 并不一定比中国圆 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 回国都是最正确的选择 现如今 越来越多的留学生 选择回国 他们将自己的青春与祖国 紧密相连 与祖国同呼吸共命令 同学们 未来的中国 还有许多的事情 需要我们这一代去完成 让我们用有限的时间 创造出无限的价值 让沸腾的青春 迸发出无与伦比的光芒 让年轻的生命 演绎出 抗腔有力的强音 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 感谢李承琦老师的精彩演讲 那其实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李老师是把自己的青春成长 与国家的发展 紧密的融为了一体 想必在场的各位同学 对于青春成长 有很多的问题想问李老师 那现场哪位同学有问题 好 请这位同学 老师您好 我想请问 每当您支教的时候 看到戍边军人 带给您怎样的触动 让您一下子决定参军的呢 好的 其实这个参军的举措 不是一蹴而就和立马的 是源于我小的时候的从军梦 我还记得那是1999年 国庆50周年阅兵 那我坐在电视机前 看到军人英姿萨爽的 走过天安门城楼 那我是内心有一种油然而发的自豪感 那从那个时候起 可能就种下了一个种子 有了这么一个军人梦 那刚好有幸在西藏的时候 遇到了这群魏国戍边的军人 他们的奉献精神 他们喝着这个漂浮着冰渣的水桶里的水 一下地感动了我 触动了我内心那根弦 那勾起了我的军人梦 那我决定追随初心 去成为一名军人去当兵 谢谢 好 感谢李老师的精彩回答 勃忘初心 牢记使命 那在场的还有哪位同学 对李老师有提问呢 好 来有请这位同学 老师您好 当您蒙发退伍的念头的时候 什么事情使您打消了这个念头呢 谢谢老师 好的 那我想分享的其实是 首先是乐观精神 那在我追随从军梦的道路上 肯定会遇到这个挫折和困难 就像大家一样去追寻自己的目标和梦想的时候 一定是会遇到相关的困难和挫折的 但我们要相信道路是曲折的 前途是光明的 一定要乐观看待 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和实现 那其次是坚持和珍惜 我所想要放弃的这个军旅生涯 可能是很多人这辈子 梦寐以求都不能实现的 因为我就有这么一个战友 从四川的大凉山 他体检了五次 连续五年 才能成功地加入到军队来 所以我想同学们也是一样 要好好珍惜来之不易地学习和生活的机会 谢谢 那好 在场的各位同学 还有谁有想问李老师问题的呢 好 有请这位同学 老师您好 您优秀的学习成绩 加之丰富的人生阅历 令我非常羡慕 如何才能做到像您一样优秀呢 谢谢老师 我觉得我也和大家一样 就是很普通的 然后不论是在参军入伍 还是支教扶贫 抑或是出国留学 我都只是在青春的每一个阶段 去竭尽全力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那我觉得对大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 选择一个正确的目标 并且坚定不移地去把它执行下去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一句话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 谢谢大家 感谢李老师精彩的回答 好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龚霜晴老师 带来他的演讲 掌声有请 我叫龚霜晴 这里是我的家乡 我发自费苦地希望我家乡过得更好 能够利用自己的所学所思所悟去回报家乡 去带领家乡父老 能够过上真正的好日子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龚霜晴上我们这儿当主席来吧 说实际的变化是挺大的 赢了 人造的日子 绘 ew 各方面对工作人人是神 contaminated 办事始终 没有自行 部上腻部上腻子 你让这碗水死了 能聽嗎 做好百姓天大的小事 追夢前行 同學們 像你們這麼大的時候 我就有個夢想 長大後參軍入伍 大學期間終於如願以償 成為了一名海軍艦艇兵 畢業後我回到家鄉 當了一名大學生村官 至今已有11個年頭 與其說是我圓了鄉親們的通車夢 產業發展夢 環境優美夢 不如說是圓了我的創業夢 我是個土生土長的農村娃 從小在農村長大 看著父母祈禱貪黑的勞作 卻收入甚微 那個時候我就下定決心 長大後一定要讓父母和鄉親們 過上好日子 我放棄待遇優惠的國企 回到家鄉 當聽說我要回家務農 父母氣得滿臉通紅 你瘋了 咱們這窮得叮當響 你回來能有啥前途 但我決心已下 因為我曾許下過諾言 2015年環節選舉 我滿票當選了 江米洞村黨這部書記 成為了當時 北京市唯一一位大學生村官 兵之書 上任的第一件事 就是擴寬出租路 讓公交車進村 說起來容易 坐起來難呀 擴路要占用的32戶土地中 有9戶著實讓我犯了難 有個禮書 把土地看得比生命都重要 不管我怎麼苦口婆心 他就倆字不簽 眼看公期一天天過去 我只能肝著急 沒辦法 那點時間 把我愁得呀 一下子瘦了十多斤 我媽見到我心疼地說 你說你天天累成這樣 你到底塗啥呀 是啊 我到底塗個啥呀 這讓我想起剛上任的時候 村裡有個王大爺 幾次到我辦公室 欲言又止 他什麼也不說 就看著我工作 我就問 大爺 您怎麼了 小公啊 你走吧 別在我們村幹了 多少年了 誰都幹不好 幾輩子的積怨 真的太難了 你個大學生 幹點啥不好 說完 他哽咽了 瞬間 我強忍著內心的淚水 對大爺說 大爺 沒事 既然大家信任我 我就一定不會讓你們失望 李叔這個硬骨頭 我肯定了 第二天 我去找他 還沒進家門 就被攔在門外 怒氣沖沖地對我說 小的 就你們給的那點佔地補償費 還不夠我一年的賣桃錢 想要佔我家土地 門都沒有 但我沒有灰心 第三天 我又去了 同學們 那一天 是我第32次 踏進他的家門 在去的路上 我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 哪怕李叔打我一頓 也要讓他把字掐攏 我沒想到 那次的談話 大大出乎了我意料 李叔竟然同意了 臨出門 他叫著我說 雙情大侄啊 要不是你媽三番五次 給我打電話 就你 來多少次 沒用 後來我才知道 是我的家人 一直在背後默默支持著 我的工作 就這樣 從2016到2018年 正式通車 僅僅用了兩年的時間 就圓了百姓 期盼十年之久的通車夢 也圓了我曾經 許下的 讓百姓在家門口 就能坐上公交的諾言 看著大爺大媽們 在村口說笑著等待公交車 曾經所有的苦累都值了 路休了 車通了 接下來就是要讓百姓 儘快富起來 之前我們村房子對外出租 一年只有三四千塊錢的收入 我看著著急 多好的資源呀 我們村三面環山 環境優美 2020年 我們與即刻到家企業合作 建設康氧民宿 如今 仅房屋租金這一項 就達到了兩萬多元 不僅如此 我們註冊 江米洞 礦泉陶 打到高端品牌 實現村集體 和果農的雙豐收 今天 我站在這裡 可以自豪地對同學們說 我們村 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村莊環境 從道手第一 躍升為全鎮正屬第一 全村所有果農 軍事成訓戶 結束羈絆重點工作 更是連續五百天 零訴求 並被評為第六批 全國文明村 不忘初心 為夢前行 最後 歡迎大家到高大上平谷 到福地牙齊山 到大美江米洞村 品仙桃 住民宿 賞美景 請 感謝龔老師精彩的演講 其實我們看得出來 龔老師是從大學生士兵 到大學生村幹部 變的是身份 不變的是精神 從當兵中學到的 吃苦耐勞奉獻的精神 支持著他在工作中 截除了累累碩果 在場的各位同學 也對您很感興趣 請在場同學舉手 看誰有問題 好 有請這位同學 老師您好 請問是怎樣的原因與契機 讓您蒙發了回家建設 鄉村發展的呢 謝謝老師 要說我為什麼要回家鄉吧 其實應該是基於兩個原因 第一個呢 可能就是我從小在農村長大 看著父母啊 祈禱餐和勞作 收入特別少 在我上大學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想 我將來一定要 自己所學所思所悟 去回報家鄉 去讓家鄉父老呢 能夠過上好日子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呢 就是在我即將畢業的時候 我有幸呢 進入了一個國企工作 在辦公室工作的那個狀態啊 讓我意識到一個年輕人 要是找一個有理想有抱負地 去發揮自己的 所學所思吧 發揮自己的能力 去展現自己的價值 那時候我就覺得 農村大有可為 所以我覺得 選擇回到家鄉 去把學到東西 用到實處 帶領一方保育性支付 我覺得特別有意義 基於這兩個原因 我才選擇回到家鄉去工作 好 非常精彩的回答 接下來有哪位同學有問題呢 請舉手 好 有請這位同學 老師您好 在開展農村工作的過程中 您是如何克服困難 堅定地把工作做好的呢 謝謝老師 其實這個 我的堅持是什麼呢 複雜的事情簡單做 你就是專家 簡單的事情 寵物做 你就是行家 寵物的事情 用心做 你就是贏家 在基層工作十一年 我可以說是堅持了 路雖遠 行則必至 事雖難 作則必成 想全是問題 做才是王道 也就是堅持這樣 我才在基層幹的十一年裡邊 克服了重重困難 去帶領了一方百姓致富 對 說得很好 想都是問題 做才是王道 好 在場的各位同學 誰還有問題請舉手 好 老師您好 現在有許多的年輕人 他們回鄉 為自己家鄉的建設 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請問您怎樣看待這件事 謝謝老師 現在青年返鄉 可以說是對基層發展 是一個很好的促進作用 目前為止呢 現在國家也在推薦很多政策 是鼓勵大學生回家返鄉 創業就業 現在拿著我們村來說 就是通過產業的入住吧 已經引回了本村的一些年輕人 去支持這村莊發展 如果要是能夠把更多的大學生 優秀人才引入到農村 才是真正建設和美鄉村的一個重要基礎 也是把中國由世界大國 向世界強國轉變的一個重要方向 好 謝謝龔老師的精彩回答 我覺得都是乾貨 都對大家有非常多的作用 感謝龔老師精彩的回答 今天四位退役老兵的演講 精不精彩 精彩 其實這四位老兵 僅僅是中國千千萬萬退役老兵中的冰山一角 有更多的老兵 會在我們國家和人民需要的第一線繼續奮鬥 讓我們再一次把熱烈的掌聲送給他們 同學們 你們是民族的未來 是祖國的希望 希望各位同學們 從今天的青春大課中 能夠學習到紅色的故事 傳承到紅色的基因 以青春之我 創造青春之中國 今天的節目到這裡就結束了 謝謝各位參與 謝謝各位參與